大家好 我是怡主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牛油曲奇 材料只需要三樣 牛油150克 麵粉170克 糖霜50克 如果沒有糖霜用糖也可以 牛油已經放在室溫兩至三個小時 讓它變軟 現在用最小的度數去打牛油 打到滑身為主 打散了牛油之後 現在用最快的速度 繼續打牛油 令它變成奶白色 牛油打到奶白色 現在會加入糖霜繼續打 加上糖霜之後 打完後會加麵粉 但我們就不再用打蛋器了 加入麵粉之後 盡量攪拌均勻 一定要繼續攪拌 讓麵粉給牛油吸收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到麵粉粒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會放在櫃袋上 同一時間會預熱焗爐 我預備了櫃袋放在杯子上 我們就可以倒入麵粉粒 把麵粉放進去 做好後預備將牛油 然後就可以擠花紋 好 今次我擠圓形 大約這樣圓就可以了 把麵粉放進去烤爐後 會烤12分鐘 Cookie烤好了 我們現在會攪冷 之後就可以吃了 牛油Cookie就做好了 是一個很香脆的Cookie 大家都試試做吧 好吃 好吃 如果你喜歡 給我個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